功夫中这些隐藏的剧情 90%的人都没看懂 影片中陈国坤饰演的 斧头帮帮主陈哥 每次出现气场都很强大 杀人如马 无恶不作 凶狠的眼神让人瑟瑟发抖 但就是这样一个穷凶极恶的人 兴趣相却不正常 开头陈哥一出场 就砍死了鳄鱼帮老大 而且只是随意挥动了两下斧头 就累得大汗淋漓 很明显他的身体特别虚 接着面对鳄鱼帮大哥 这个风韵多姿的女人 他也是轻飘飘的说了句 可话音刚落 陈哥右手一挥 结果小弟送来的枪 就从背后解决了大嫂 另外他作为管理 至少上千人的黑帮老大 身边竟连个女人都没有 其他小弟在空闲时间 还会去潇洒一下 而陈哥连灯茶送水的服务生 都是颜值很高的小弟 后来阿星害得富头帮 失去二十多个弟兄 按照陈哥以往的做事风格 相信很多观众以为 他这个挥手动作是要杀掉阿星 但没想到只是接了一包香烟 之后便借着开锁的名义 放走了阿星 如果说陈哥放走阿星 仅仅是为了开锁 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影片中阿星被富头帮带到娱乐场所 这时可以看到 富头帮军师和几位小弟 都有舞女陪着 而陈哥在包间只有一个小弟 其实这里还有一段三件片段 就是阿星加入富头帮后 陈哥让他稳守了镜头 很明显能看出 陈哥至少不喜欢女人 而且对男人也有种微妙的感觉 功夫中 豹亚珍绝对是最有钱的人物 而且身份也不简单 猪笼成寨的每个人 都在为生活而拼命工作 但豹亚珍什么也不用做 就可以听得起昂贵的黑胶唱片 每次出场穿的 也是不一样的衣服 当三大高手交不起房租 要被包租魄赶走时 豹亚珍则直接说要帮他们交 这才他气粗的绝对是隐形富婆 那么豹亚珍为什么这么有钱 一是自己赌来的 二是眼睛难给的 在富头帮回忆发家时的片段中 可以看到豹亚珍就在赌场 从他坐在桌前的位置和手里的筹码来说 足以说明豹亚珍在赌场地位很高 在影片结尾处 豹亚珍和眼镜男手挽手走在街上 从而可以推断他们两个是情人 其实在镜头刚切到猪笼成寨时 眼镜男就在豹亚珍家里出现过 而眼镜男的职业正是文员 相信肯定不缺钱 之所以让豹亚珍住贫民窟 想必也是为了不让人发现他们的关系 功夫中还有一个疑问 富头帮二当家真的是被苦力强打飞的吗 其实不然苦力强的绝技是12路弹腿 论攻击距离和速度远达不到这种程度 所以根本不可能是苦力强 而画面转到降爆时 见他满脸严肃 汗水不断 很像刚动过手的样子 就单从他三秒钟给阿古剪好头发来说 降爆才是最能把二当家打飞的人 特别是苦力强主动站出来认罪时 降爆还回头看了一眼 估计他也想知道是谁帮自己顶的罪 值得一提的是 影片中降爆总是露着半个屁股到处溜达 但在三大高手的送行仪式上 他唯一一次穿好了裤子 这名降爆还是懂得 在关键场合要注意弥荣的 功夫中原来他们两个才是斧头帮的中央人物 只要斧头帮火拼的地方 他们两个都会出现 影片中他们被称为金牌打手和银牌打手 为了更好的区分 星野还特意做了一个小细节 胸前佩戴金色手帕的就是金牌打手 银色的则是银牌打手 金牌打手的饰演者丁小龙 是李小龙的第四代传人 实打实的脸家子 2003年 周星驰为功夫挑选演员 丁小龙凭借一手利落的双截棍 顺利拿下这个角色 而周星驰也十分看好他 虽然只是个打手 但在这部电影中的镜头也有十次之多 之后周星驰又让他在《美人鱼》中 客串了一回保镖 不过尽管出演了很多部电影 也没有真正活起来 银牌打手的饰演者名为张明明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 出道的第一部作品 就是周星驰的《少林足球》 饰演反派青年版的强熊 有时候观众对他印象最深的 应该就是13年 《风神英雄榜》中的深宫豹 或许是因为林小龙的原因 他在功夫中的镜头 没有丁小龙多 此外 在这二人身上还有个细节 就是金牌打手 永远站在陈哥的左边 银牌打手则是右边 就连在打架时 也是按照金牌先 银牌后的顺序 当然被打倒也是如此 不得不说 星爷对电影细节的把控 是真的令人佩服 是更简单 最终的